工作要求落不到位表示深深的道歉 该事件发生后 经省市卫生健康委走至专家教场 高薪医院存在分诊识别不精准 专客介入不及时 流程处置不高效 应急医院不充分等问题 该起事件所责任事故 我们已经要求高薪医院 向患者表达诚挚的道歉 补偿损失 并向社会公开道歉 目前高薪医院已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总经理翻译会被请指 文诊部医务部相关责任人 避免值 在这里 我代表是卫生健康委 对这位患者深深的道歉 对疫情期间 特殊人群就医通道不顺畅 工作要求落不到位 表示深深的道歉 下一步 是卫生健康委 通过此次事件 深刻反思 举一反三 激起教训 立即整改 进一步做好市民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